-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在這裡和大家看一個大陸的案件。 這個案件其實都幾恐怖, 有一個女人就舉報男朋友殺了人, 然後她出來之後竟然去找一些和女朋友生得很相似的女生, 瘋狂報復,而且這些女生下體也是被割下來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一齊看看吧。 在某一日的早上,清潔工人一早就上班, 然後在清潔街上,突然間她就發現 在路邊的草叢好像有個人躺在那樣, 平時經常都有一些醉酒佬, 所以這些清潔工人就沒有太過在意, 就走過去想叫醒人, 怎知走近一看, 竟然發現這一個所謂的人全身都是血, 而且是沒有穿衣服的女生來的。 這些清潔工嚇襯立即打電話報警, 警察來到之後發現這個女生條頸有雨青是屬於窒息而死的, 死之前是有被人搞過侵犯過的, 而令人覺得更恐怖的就是這個女生下體是被人拿刀割下來的, 很快就在這女生的背包確認到她的身份訊息了, 當年她還未夠30歲單身, 在一間酒吧做服務員, 昨晚收工之後原來一直沒有回家, 想不到原來已經被人殺了, 到底得罪了什麼人, 要這樣來找她落毒手呢? 經過對這案件的調查, 很快警方就抓到個兇手, 這個兇手就叫宋京華, 是這個女生的前男友, 之前就因為入屋搶劫殺人, 曾經是判入獄8年, 而今次到底為什麼要殺人呢? 宋京華就出生是一個比較有錢的家庭, 她還有個哥就叫宋京樽, 雖然家比較有錢, 但兩個小朋友都不喜歡讀書, 就喜歡同其他頑皮的人, 白艷的人混在一起在學校, 經常打架群毆欺負其他同學, 甚至乎見到同學有些好玩的東西, 他們都想搶光過來, 而她的父母因為忙於做生意, 而對兩兄弟的管教都很寬鬆, 平時只要給夠錢他們就可以了, 至於小朋友的教育管不到, 去到後來見到哥這樣的樣子, 他們父母亦都很擔心, 就將哥哥送進進, 送去軍隊鍛鍊管教當兵。 不過這樣反而令哥哥的身體更加強壯, 而且本性更加無變, 是為做壞事打下了一個基礎。 那麼多年來, 其他弟弟宋京華的身體亦都開始發育, 在學校越來越惡, 成為了小霸王, 而且還有一班跟他搵食的小朋友。 而哥哥宋京樽退不回家, 覺得自己在部隊幾年好辛苦, 暫時不想找公主, 在家就躺平了。 由於父母有錢, 都不介意他們倆有沒有事做, 而弟弟宋京華呢, 就可以吹噓自己在社會上開始有影響力了, 有一班靚了。 就是這樣, 兩個人就覺得可以通過這一種方式, 讓人去擔心自己, 成為一個好像電影裏面那樣的大佬, 幾咁威呀。 兩個人就將欺人的事由學校裏面, 轉移去到社會上面。 而當時宋京樺已經十七歲了, 雖然是未成年了, 但是個身體都好強壯, 而他哥哥經過幾年的訓練, 身體素質就比他更加之好, 而他們就將木槓擺到的士司機那裏, 因為這個群態在當年流動性好大, 而且工作地點在外面。 還有, 就是他們的車牌號碼是好清楚的, 如果對方不聽話的話, 就好易追查得到他們的身份, 於是乎兩兄弟就叫了一班人回來, 開始在出租車聚責的地方同他們拿保護費, 對於要開車養家的司機來講, 他們只求是平平安安地去賺錢, 對於兩兄弟的勒索, 為了識事靈人, 亦都是照辦啦。 而且當時這些的士都比較少, 所以一日下來賺的錢都算幾多, 就叫做花錢買平安啦, 是好多的士司機的想法來的, 但是沒想到, 有一個特別硬頸的司機對於他兩兄弟敲詐勒索收保護費, 根本是你都不理他一下, 而且還會跟這兩兄弟吵架, 而且寧願不賺錢, 開車離開拉客的地方, 都不想跟他們兩兄弟低頭啊。 這一個司機的做法令到他好沒面, 如果大家都這樣做的話, 他們收保護費就沒辦法繼續玩下去了。 還有啊, 跟著他們收錢的古惑仔, 可能都會見到自己被人拒絕, 而對他兩兄弟的能力產生懷疑。 於是乎呢, 他兩兄弟又決定啦, 一定要教訓一下這個聖聶的司機, 因為知道車牌號碼, 他們就找到上他家, 然後有一晚夜深, 兩個人叫開了聖聶的家的門, 進去就想問他拿錢啦。 聖聶的司機一見到又是這兩傢伙 就好生氣的罵他啦, 怎知這兩兄弟隨手拿起了一支木棍 就對著他不停打, 一直打到他躺在地下不動得, 後來才發現原來自己重手了, 打死了他, 這時候兩兄弟都開始害怕啦, 逃離現場, 準備收拾世縣離開啦。 平時好威的樣子, 但是真是殺了人的話, 兩兄弟其實都好慌的, 尤其宋京華才17歲, 就想找個人安慰一下自己, 就去女朋友家啦。 雖然自己是好極力想掩飾, 但是都引起了女朋友的注意。 那女朋友就不停問他什麼事啦, 剛剛開始宋京華都想要隱瞞, 不過最終都是頂不住女朋友的迫問啦, 就將件事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女朋友嚇死沒想到自己男朋友竟然殺人啦, 不過他當時好老定, 就沒表現出有什麼奇怪, 而當宋京華就跟他拿著 著草要用的生活費的時候, 他就扮答應但又說沒錢啦, 說到要第二日去銀行拿, 就叫宋京華自己在家避下風頭先。 後來女朋友都是覺得件事太過恐怖啦, 於是乎就趁著拿錢的時間, 就跟警方報案, 警方就將宋京華和宋京樽兩兄弟抓了, 但是想不到這一個舉動未來是會為自己帶來一個殺身之禍。 這單案件當時審理都很快, 判定了兩兄弟是入屋搶劫殺人這個罪名成立。 哥哥宋京樽是判死刑, 即刻執行而弟弟宋京華因為犯罪的時候, 還未成年人就判他入獄八年。 在監房的宋京華就沒改過自身, 因為他父母好少管教, 有小到大跟哥哥一齊大。 所以兩兄弟感情好深, 今次就因為他女朋友的舉報, 令到自己要坐牢而哥哥還要死了。 於是乎這一顆仇恨的種子慢慢發牙, 他發誓一定要報仇。 他家人探監時, 宋京華表明這種態度女朋友知道了之後, 唯有離開當地去外地打工, 希望盡可能保護自己。 就是這樣, 百年時間過去25歲的宋京華, 刑滿出獄重新回出來了, 但他根本沒改過自身的打算, 心裏面一心一意想找前女友出來, 要跟他報仇。 於是乎, 有幾個跟他前女友好似的女仔 就成為了他報仇的對象。 由於這百年時間出回來之後, 好多地方都不同了, 城市改造都好巨大, 好多景象都不一樣, 宋京華只能夠在附近走走走, 而同時, 他找了一條嬰兒叫嚴金剛跟著自己, 用父母所給的生活費就是養著嬰兒。 然後繼續在附近做敲詐勒索。 有一天晚上, 在豐益橋附近, 宋京華見到女仔在小區走出來, 一看背影就覺得跟自己前女友好似, 尤其是身材和髮型, 由背後看幾乎一模一樣, 於是乎他怒火中笑, 開車去到這個女仔的身後面, 然後捏著喉嚨將他捉上車, 鑑生捏死了他, 然後, 掃上手袋將裏面的錢拿走走, 那條絲就丟在附近的臭水渠那裏, 而嚴金剛原本只是想跟著宋京華做一些敲詐勒索的事, 但猜不到宋京華竟然開始殺人, 他好怕想要退出, 但宋京華就威脅他, 如果他夠膽退出的話, 就將他全家都殺殺, 嚴金剛不敢反抗, 只能夠服從啦, 就是這樣, 很短時間, 除了平時敲詐勒索, 只要去到夜晚, 宋京華見到跟他前女友有點像樣的女仔, 他就會將他們拖去車裏面, 然後殘忍殺害, 有一天, 宋京華就在前女友住的地方附近走的時候, 就找到自己的前女友, 這個是他一直想要的報仇目標來的, 於是他想去把前女友弄到自己的車上面, 前女友一眼就認得出她是自己的前男朋友宋京華, 是嚇死的, 不斷求他放過自己, 但是宋京華這個時候哪理得那麼多, 而且他是將前女友強暴的, 然後他覺得都是出不到口氣, 就將前女友下體割下來, 然後拋屍野外, 這個時候他覺得自己的仇應該報了啦, 應該收手啦, 但是原來他沒有, 他竟然就將這些仇恨延伸到所有的女仔上面, 於是乎跟著下來的時間, 他就不斷去找那些同前女友, 好似樣的女仔, 然後用同樣的手法捏死他, 搶錢, 然後性侵不過啦, 天網灰灰疏而不留, 去到2007年9月26號, 在他隔離租屋的女仔, 姓杜的女仔, 去到宋京華家, 就在那坐下或者聊天啦, 由於出於好奇, 他打開了一個靠牆的袋, 發現裏面有一個剝了皮的頭, 宋京華立刻解釋啦, 說這一個是剛剛買的猴子佬, 杜小姐坐沒多久之後就立刻走了, 宋京華就將這件事告訴炎金剛之, 兩兄弟談完之後, 認為這個女人不留得, 誰知道他看到什麼呀, 人頭來的, 萬一他報案呢, 他們徹底玩完的啦, 跟著宋京華就在小區的商店裡買了一條白沙煙, 然後去到他家, 就哄了他出門啦, 兩個人開車, 就將杜小姐帶了出城, 然後殺人拋屍, 杜小姐失蹤之後, 他家人報了警, 公安在杜小姐家就發現了一條白沙煙, 這一個就是宋京華留在那裡, 根據杜家的人說, 杜小姐不吃煙的, 辦安人員就拿著那條煙, 去到小區的商店, 檢查完之後店主就確認這條煙, 在他店鋪賣出去的店主講道, 他賣煙就怕客人拿假煙來換, 所以每條煙的包裝盒上面都做了特殊的標記, 根據店主就回憶, 這條白沙煙是他們小區住戶宋京華買的, 原來這一個賣煙的老闆好細心的, 每次賣煙之後他都會記錄煙的編號交易日期購買人的訊息, 如果是老客戶他直接寫名, 不懂的就簡單寫下他們的外貌特徵, 就是這一個這樣的記錄本, 老闆就確認這條煙, 就是一個小區老客戶在26號上午買的, 老闆就只知道這個客人姓宋的, 沒有其他太多的具體訊息, 後來警方就拉了宋京華, 經過對比他的腳印跟杜小姐家中所發現的腳印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他沒有承認自己謀殺, 也都不願意配合審訊, 是完全好串的, 跟著宋京華就送到去豐台區的看守所, 反而在那裏的一個管教的人令到他叫開了把口, 當時已經是11月中的了, 宋京華穿好小衣服, 這個姓安的管教就帶了幾件衣服給他然後開道他, 就說現場腳印跟醫院都跟你有關, 你給不到合理的解釋, 無必要繼續這樣僵持下去啦, 不如勇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啦。 宋京華一開始無出聲的, 但是後來有兩個囚犯想欺欺他, 安管教也都有出口去管教他們的, 宋京華也都私底下向這個人表示了謝意, 同時帶了一支煙給他, 宋京華就開始講啦, 就說安哥, 杜陽是我殺的, 即是杜小姐, 之後他亦都交代了自己所有的犯罪經過, 根據他的線索, 警方最後是成功拉到嚴金剛的, 而宋京華亦都交代了另外8宗的案件, 即是說他一共是殺了9個人的。 而辦理這宗案件的檢察官亦都講到, 說宋京華是兩種極端的融合, 他說你緊距離跟他聊天可能會覺得他不是一個惡劣的人, 說到他阿姨阿媽和阿哥, 他甚至還會流眼淚, 但是你見到他說殺人碎屍的情節, 你就會知道他心狠手辣異常殘暴。 而審這單案件的時候, 宋京華和嚴金剛都沒有進行辯解, 法院認定兩個人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和搶劫罪, 犯罪手段特別兇殘, 情節特別嚴重。 兩個人都判處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中身和沒收所有個人財產。 後來這兩個人都判處死刑, 林行營之前, 宋京華也是對看守所剛才所說的按過表達了感激, 然後也為自己以前做過的事懺悔。 最後他就沒有跟他父母說太多的話, 為何呢? 他就說自己對父母沒有什麼感情。 其實作為父母的責任都很大, 如果一開始是有好好地管教這兩兄弟的話, 不至於兩個要一起死, 甚至乎他們未必是會動手殺到九個女孩。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